清华社乎和浩克12月25日电提,该座大漠一盘石纪北部战区陆军某边坊旅一营教导员石续峰,李清华,傅小辉,一鹏昭,清河口,田水井,哈日苏海,这些听起来水淋淋的地宁,并没有河也没有水,有的只是寸草不生的黑山头,茫茫无际的戈壁滩,在离春风不渡的玉门关,还有数百公里的八单行林沙漠边缘,北部战区陆军某边坊旅一营教导员石续峰,一干就事十一年,像一块盘石 狂崩瓜不跑,沙尘卷不走,一,过了贺兰山,越走越心酸,来到清河口,扭头就想走,对这句话,石续峰的妻子李海亭深有感触,2012年,李海亭第一次来部队探亲,从山东辗转38个小时火车后,又坐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一路呕吐一路,走一路荒凉,一路新凉一路,到达后的第三天,沙尘暴起来,李海亭眼睁睁看着连队新建的蔬菜大棚随风飞舞,他说,来之前知道这里很苦,可没想到这么苦, 是的,冬天其冷,夏天酷热,春秋沙尘刺虐,这里是出了名的苦,五年前,最后一名牧民也从这里搬走了,那年冬天,石续峰带领官兵,乘骆驼行罗,零下40摄氏度的戈壁滩上,他们崩擦露宿六周夜,行罗三百公里后,沙漠之周骆驼集体罢工了,无奈只能休整半天再上路,石续峰的裆部,也被磨出大片蟹泡,皮肤,鲜血与衣服黏在一起,吃苦受累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石续峰却说,我经历许多常人 难以忍受的苦累,也得到许多常人难以享受的乐趣,2007年,石续峰军校毕业后,成为一名边防军人,首次行罗,站在戒杯旁的他自豪感油然而生,他说,脚下是一寸领土,心中是广茂江山,舍弃的是一家团圆,优抱的是外加幸福,二,台长刘文明患了甲状腺癌,石续峰到处帮着求医认诊,战士赵九川老家遭火灾,房屋成了焦土,石续峰得之后,当场就把身上的现金全掏了出来,还发动官兵捐款, 帮照九川解了燃眉之急,总想着帮人带石续峰,其实最需要帮助,岳父母身体不好,孩子尚小,妻子一间调洗两个家,一年,岳父因糖尿病住院,都是当做过宫外医手术的妻子,一个人毛鲜毛后照料,第一年休假相亲,第二年休假结婚,第三年休假怀孩子,第四年休假孩子出生,这个甘心在边防喝苦水豆风杀的汉子也宣红着说,最亏欠的就是妻子,靠着对祖国的满乡至爱,石续峰用忠诚书写了当代数编人的奉献词, 三,地上不长草,地下必有宝,一次,一个地方老板直接找到石续峰,拿出一个后信峰,说,你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石续峰当场拒绝,信私枉法的事我不干,名利的诱惑,往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志向,品行和思想境界,2012年,西关空出一个岗位,任职时间长,表现不错的石续峰与之无人,结果公布此日,石续峰仍带连队官兵展开徒步拉链, 返回途中突欲强沙尘暴,他在背上绑了30多斤重的石头打头探路,和官兵手挽手,一步步往前挪,终于在天黑前安全赶回连队,如果说共产党员有职业病,那就是自讨苦吃,石续峰对党员干部凯蒙扬善舟的这句话印象深刻,因为他也时常自讨苦吃,2011年,石续峰主动申请,来到条件艰苦的清河口边防连杆连长,今年年初,刚在旅边境事务科科长岗位上,干了半年的他,又主动申请停职来到医影院教导� 从反清河口,当连长,他多次邀请驻地公安,边境传授解析,取证技巧,摸索总结出前哨控要跨区协同系种控编模式,使种执行手段,当科长,他代人苦干,表业开发出边境数据分析采集系统,石续峰说,他和战友们一定要把边防打造成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钢铁长城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19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格里格里卡拉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认为,美国在乌克兰的金事存在多余 卡拉辛称,自2014年起,美军甲官被部署在不同乌克兰训练场,常年训练乌军士兵和金官,美国海军舰艇,经常驶入乌克兰黑海港口,参加乌克兰国防部组织的联合演习 俄副外长强调称,我方认为,美国在乌克兰的金事存在多余,这为贝宁斯克协议 2018年,乌克兰从美国、立陶宛、英国以及加拿大获得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致命武器和其他军事器材 俄罗斯多次警告,不要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因为这只会导致顿巴斯冲突升级 卡拉辛说,一旦乌克兰境内,出现美国的新军事基地,俄罗斯也会同等回应 他指出,美军军事基地的出现,将导致安全领域局势进一步恶化,并会对对巴斯冲突调解的前途,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11月底,俄消息报人引乌克兰执政圈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乌政府试图说服美国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军事基地 原标题,美美预测,2019年,美水面舰队发展,推广机器人发展新舰品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2月26日发布的题为,美国海军水面舰队,2019年的动向的文章称 美国水面线队,将在2019年迎来重要的一年 以下内容对于了解将于明年1月举行的美国水面海军协会年度研讨会以及这支力量 未来几个月的规划提供了参考 机器人战争 美海军水面战部门的关注重点,是把更多的传感装置和武器投入战场 并让他们实现分散化联网配置 该部门负责人罗恩伯克索尔少将说,虽然脸像还没有提出,关于无人驾驶水面舰艇的具体要求 但我认为这种力量,是目前正试图实现的分布式杀伤力,及分布式海上作战环境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 伯克索尔说,这种舰船要有能力装带大的东西 并且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到更多的地方 我们希望它们成为大型的船杆平台或大型的武器发射平台 未来护卫舰 对未来导弹护卫舰项目来说 明年是关键一年 美海军归在明年敲定自己的要求 启动手舰竞标 争许到2020年,推出具体设计方案,并确定建造合同 伯克索尔暗示 计划建造的20搜户卫舰,可能是保守数字 他说,它将是一艘战斗力很强的战线 但不会敦系火力 它既能充当船杆平台,又能够投送火力 并且在小范围发挥指挥和控制功能 它将是一个成本低得多的作战平台 虽然我们可以拥有更多这样的平台 训练 训练是主管美海军水面力量的理查德布朗正向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些正在开展的工作将从2019年开始建造成效 2018年早些时候 美海军重新规划了耗资2400万美元的海上技能训练计划 该计划会非常依赖模拟器 布朗今年早些时候说 训练中心将做让件事情,进行精光作人的训练 同时将其与官兵的导航、航海和操作军舰训练相结合 这会让我们从高端入手 将舰桥核作战信息中心的训练融为一体 这是我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图为BBG-10000行驱逐舰 BBG-10000驱逐舰 BBG-10000驱逐舰的首舰 朱姆·沃尔特号即将在圣迭戈完成作战系统安装工作 这极驱逐舰 沿入水面舰队的程序也将启动 海军已经转而不再寻求未该舰先进的火炮系统 寻找用武之地 负责军需事务的威廉莫茨中将说 尽管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我们依然没有真正得到我们所要求的东西 因此 我们选择将安装火炮系统的工作和军舰建造工作分开 取而大致的做法是 将把行动重点放在江珠姆·沃尔特边陆舰队 和让它具备对海打击能力上 大型水面舰艇 最终 大型水面舰艇应该会在2019年开始 具备一些实质性内容 伯克索尔打算让水面舰队在2023年或2024年 海购新的巡洋舰和驱逐舰 以替换原有舰船 这意味着近期的将来可能会要求 野界提供相关信息 与小型水面舰艇一样 海星希望这种大型舰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具有共通性 这意味着 配备与未来导弹护卫舰类似的雷达 相同的作战系统 以及尽可能多的通用装备 从而减少兼容方面问题 降低舰员系列负担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 记者朱东然 刘品然 最多加美国媒体22日报道 因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 做出从叙利亚撤新的决定 负责协调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 卫格克的辞职已在抗议撤军决定 他将于12月31日离职 据悉 卫格克已经于21日将辞职信交给国务卿蓬佩奥 卫格克在辞职信中说 叙利亚极端组织的武装分子正在逃跑 但因为被打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华盛顿柔报等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报道 卫格克原计划于明年2月中旬离职 但特朗普的突然撤军决定 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 随后宣布的辞职 让他感觉自己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 他的职务将暂时迎复首特里乌尔夫代理 12月11日 卫格克曾在国务院对媒体表示 认为在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已从自己控制的区域中 被打败的看法太过轻率 美国现在同系撤军并不明智 但白宫19日宣布 随着再续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取得成果 美国已开始撤回助续美军 卫格克辞职消息 已经被特朗普的推文证实 特朗普此前还在推特上 在此为从续撤军的决定辩护 他说 现在伊斯兰国大部已被打败 土耳其等该地区国家 应该很容易承担起剩余的任务 从续撤出的美军将返回国内 卫格克县年45岁 曾任负责伊拉克和伊朗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2015年 他受时任总统奥巴马之派 担任负责协调各国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 美国总统特使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文职人员公积金政策 出台缴存比例全均同一标准 为规范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近日 巡委后勤保证部会同住房城相建设部 这便出台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 对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纳入地方管理体系的人员范围 缴存基数 缴存比例 缴存时间 以及利息计算和带用管理等 做出明确规定 关于缴存基数与比例 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约缴存基数 包括岗位工资 级别工资 工临工资 工作性津贴 生活性补贴 金队服务津贴和奖励工资等期限内容 约缴存基数项额 不得高于国家统一规定的当地职工评金工资三倍 高于三倍的一律按照三倍执行 约缴存比例 单位和个人分别按金队统一规定的12%执行 实现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 实行全金统一标准 关于缴存时间 6人单位应当于发放文职人员公司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单位缴存和代扣个人的住房公积金 统一会找到地方管理机构的住房公积金专户 根据国家关于新职工从参加工作第二个月起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规定 新招录聘用的文职人员 从批准招录聘用的第二个月起 缴存住房公积金 关于公积金计息 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自存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 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 并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此外 政策还对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纳入地方管理后的停止缴存 提起使用贷款规定等 做出明确规定